众善因结善果 行善积德结善果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劝人向善的说辞 而吴先生则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一年吴先生刚出社会工作 在东北的矿产公司上班 阿胜 过几天你就要跟着我们去野外探矿了 这些日子你要多吃一点啊 到了外面就没有什么好料的可以吃了 是吗 在野外会没有东西可以吃呀 势不至于 但是都是一些罐头食品 可是罐头食品吃多了会很难吃的 是啊 在野外还能吃饱就算不错了 如果能抓到野兔或山鸡 那就是炖丰盛的大餐了 对呀 别说是野兔跟山鸡了 就算是只烤小鸟 那都是难得的美味呀 这一天 吴先生和同事们去野外探矿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的同事抓到了一只鸟 正准备用火烤来吃 这些罐头食品真的太难吃了 唉 要是能抓到什么野味来加菜 该有多好啊 哎 其他同事去哪里了 他们 我知道了 他们是去找好吃的了 找好吃的 对呀 他们两个肯定吃罐头食品吃到烦了 所以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好吃的 哈哈 你们看 我们抓到了什么 我们抓到了一只鸟哎 要抓它可真是不容易呀 今天中午我们就把它烤来吃 怎么样啊 好啊 我就知道你们是出去找好吃的 只可惜这只小鸟实在太小了 只跟我们塞塞牙缝 有总比没有的好 吴先生见到这只漂亮的鸟 心里便涌出一股怜悯之心 虽然他那时候并没有学习过佛法 不懂方生的道理 但他知道鸟也是生命 把它烧死会是多痛的事啊 快 我们赶快把它烤来吃吧 啊 阿盛 你要做什么啊 这只小鸟也是有生命的 你们用火烤它的时候 它有多痛 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何况它这么小 是能吃到几口肉呢 我看还是将它放掉吧 啊 吴先生说着便将这只小鸟放生了 小鸟 你赶快飞走吧 唉 阿盛 你真的太善良了 它只不过是只小鸟 其实吃掉它也还好啊 对啊 它只是一只小鸟而已 鸟也是一条生命啊 把它活活烧死 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业 好了 好了 既然阿盛把它放掉就放掉了 我们吃饭吧 几年后 吴先生结婚了 然而结婚两年多 却一直没有孩子 进医院检查 他的妻子是无法生育的 阿盛 又陪你老婆出来散步啊 对啊 吃完饭就出来走走运动一下 阿盛 你们夫妻俩的感情真好啊 他们夫妻真恩爱呀 可是结婚两年多了 怎么还一直没有小孩呢 我听说阿盛的老婆是无法生育的 啊 真的是那样的话就太遗憾了 老公 我没办法帮你生小孩 你会不会怪我啊 老婆 你说什么 我怎么会因为这样而责怪你呢 这一天的晚上 吴先生和妻子做了一个相同的梦 他们梦到蓝天上飞来了一只漂亮的鸟 停落在他们家的屋檐下 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隔着玻璃窗望着吴先生夫妻二人 老公 你在看什么 我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到一只小鸟在我们家屋檐下筑巢 它还隔着玻璃窗看着我们 是吗 我也做同样的梦哎 那只鸟好像是喜鹊 俗话说喜鹊灯门必有喜 难道我们家要有什么喜事发生了吗 喜鹊 它虽然长得像喜鹊 但应该不是 对了 这种鸟我曾经见过 有一次我去野外探矿的时候 我同事就抓到一只准备烤来吃 啊 烤来吃 真是太残忍了 是啊 我也觉得很残忍 所以我就将那只小鸟放生了 老公 你做得对 我想这只小鸟是来给你报恩的 几天后 吴先生的妻子去医院做检查 他竟然怀孕了 老公 老公 我怀孕了 我们有宝宝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是啊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你老婆原本是无法生育的 没想到竟然怀孕了 我想你们一定积了很大的善德 所以上天才会赐给你们一个孩子 我终于怀孕了 真开心 十个月后 吴先生的妻子 顺利地产下一个白白胖胖健康的儿子 老婆 我有儿子了 我终于当爸爸了 老公 我们的儿子真懂事 我怀他的时候都没有害喜 生他的时候也没有振痛很久 嗯 我们的儿子是不想让他妈妈受罪呢 是啊 我们的儿子真棒 然而几天后 吴先生发现 他儿子身上竟然有个 很像那只他曾经救过的鸟的图案 哎 老婆 你看 我们儿子身上 怎么有个很像鸟的图案啊 哎呀 这很像我们梦见的那只鸟哎 这不会对他的身体有影响吧 你们放心好了 孩子很健康的 他身上那是胎记 长大一点就会慢慢变淡的 嗯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吴先生发现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孩子不一样 他从小就乖巧懂事 学习能力也很强 转眼间 吴先生的儿子要考大学了 就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 吴先生又梦见了那只小鸟 儿子已经睡了 是啊 明天就要考试了 让他好好睡一觉 才能考个好成绩 我们也早点去休息吧 嗯 哪来的鸟叫声啊 你的儿子一定能考上一流大学的 老公 怎么了 我刚才又梦到那只小鸟了 他说我们的儿子能考上一流大学 是吗 如果能考上一流大学 要是真的话 那就太好了 果然 吴先生的儿子考上了一流大学 吴先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神奇 直到后来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接触了佛法后才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我一直都能心想事成 原来这与我从小心地善良 喜欢放生 行善积德 有很大的关系呀 嗯 是的 种下善因能结善果 愿更多的人都能明白 因果循环的道理